欢迎收听今天的波涛 我们早晨欢迎 我刚差点讲座黄顺华 黄顺华就讲的怪怪 可是我讲吴明洲还蛮顺的 我们改姓 黄伟杰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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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两位老师 吴顺华老师 大家好 我是吴顺华 黄明洲老师 大家好 我是黄明洲 是的 漂亮 今天这首歌 真的是带给大家会有点圆满的 不是圆集 那是圆满的感觉 真的圆满不容易 你是要带给我 打得很快 我那做真没了 我们跟你讲 我们没有框架的 你们觉得现在 大家喜欢听的东西 就是很生活的 而且不要把这个 所谓的生老病死 悲欢离合 把它这么严肃化 你会发现说 人生不过如此 而且现在 几乎没有什么设限 真的 你看最近 能不能放进去一下下 不过我觉得 每个人都来 但是我觉得越偏的东西 其实流行性 其实会有 但是会越短 对啦 就是说你如何能够在这个市场上面 做的长长久久 但我还蛮期待他下一首歌 就是说他可以开放式的去改变 因为他完全不走运脚啊 他就是想要随性怎么唱就怎么压 那这种东西 未来会不会在台湾 或者说在世界的华语市场里面 变成一种流行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你期待他有另外一首出来 当然 我已经把他想好了 真的吗 我想说另外一首说 能不能再放进去一下下 好 你有点创意好不好 要更新要改变好不好 这很有创意啊 像之前翁立友 他问一条歌叫做我问天 我给他收好 一条歌 叫啥 我问天 问天问地 问什么 问天问地 问卫尼 好了好了 我们现在有歌叫做 紧性的玩不玩 这是刘家荣的词 我 周伟杰的曲 这个 我当时看到这首词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 他写得很完整 他的故事很完整 相爱已经三百天了 分手 我要说台词对吗 好 相爱 相爱已经三百天了 分手也是不敢 总是不敢 你没有离开 我没有 这句话 我跟你讲 我一直要研究这句话 我当时唱的百轮 因为我最喜欢百轮 百轮的意思就是百郎 的百轮 但是在文音里面 要打那个百轮 对啦 较漂亮 我没有百轮 后来那个刘家荣有纠正 我 但是我跟那个 执行制作在讲的时候 可能我们在讲的时候 有一点点落高了 所以他还是照我demo那边 去唱了百轮 百轮 所以听起来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听起来不会觉得唐突 只是说这样子的文音跟白音 可以有一些些变化 但是我觉得 有这个科痕在人家反而会去注意 是哦 有时候创作 科痕是什么 就是说 我没有百轮 不要讲它是缺点 因为有时候 这个有一个 缺口 地方生的东西 他会去念这个字 但是 我们听的人感觉 他是在念什么 特别去注意 是 这反而会变成一个焦点 是 下次我就会想说 原来 别 别练这件事情 别乱 也是一种文音的功法 我有学习 好 那 为何 从天 当我们变作 成一份人 我有说过 因为我没做你 棒 你耍光感情 不是我想的这种 哎呦 你看 一个想要 一个觉得 嗯 有在对话的 所以呢 他其实是期待一份真心的圆满 那事实上 这个故事本身 没有那么圆满 我们现在是解释了故事的剧情 给你知道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 我们来细细品味一下 黄冰之后老师 带来给大家 唱到说 心来担保没耐 但是希望有 真心的完不完 那种感觉 我们先听黄冰之后老师 示范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收到CD啦 CD其实已经听了 后来看到MV的时候 我笑了很久 他还蛮跨世纪的 你有没有看吗 有啊 很妙 他还吹笛子 对对对 他把那个跨世纪的感觉 好像他被囚禁在一个框架当中 然后呢 无法逃脱 我觉得创意不错 但是我对他的服装呢 像孩子河豚是不是 不是 他就是可以丑化自己这件事情蛮不错的 对 他用一个秃头 对对对对 很有趣 好 精心的玩玩 平安心讲 这是一首什么样节奏的歌曲啊 算比较sore rock sore rock 我觉得他唱起来比较有一个rock的味道 没有那么的 sore 没有那么的一般的情歌啦 来 讲评一下 我觉得很好啊 也蛮适合他的个性 他唱我本来就有唱味了嘛 嗯嗯嗯 啊过来他的音乐的东西 编曲啦 处理方式唱歌的味道 也有走他想要的那个sore rock的部分 嗯嗯 所以我们demo也有朝着他的想法 去去唱这个东西来做一个示范啦 哦 对对对 跟着他的情绪在走 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做demo都要做一定的节奏 嗯让那个听的人好像一下子能够感觉到 我最近呢 碰到有一个人在收歌你知道吗 嗯 譬如说我们demo是不是都我们唱嘛 对吧 呃女生的歌手就会希望说 我要听到女生的唱法 嗯 他就说男生的我听不太懂 嗯 哦 那这个部分就会变得是 诶 其实好像 这每一个人真的是不太一样 我的结论是这样 有时候是胖胖运气 嗯 但是我会以忠于我自己的想法 去把这首歌去表达 因为很多歌手的想法不一样 嗯 有个人他想要一个创意 哎 这首歌曲对我来讲 可能我想要跳 跳脱以前的个性 嗯 哎 蛮有蛮有一个另外一个2.0的版本 嗯 一对拿去用啊 嗯 如果他觉得说 哎呀这个离我很远 我还在 掌握我现在该有的一个味道的话 这个东西就不敢用啊 这样哦 嗯 见仁见智 对 但是你好好把你这个歌曲的精神啊 表达出去 会害的人一对拿去用啊 真的 嗯 我是这样想啦 而且哦 我觉得编曲也是这么一回事 对 对 我们希望的变剧 到最后听到的变剧 有可能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走向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好 呃 顺华 是 这个副歌哦 其实还蛮有张力的 对不对 对啊 足够以来天不穷灵弯 请给我一点时间 我相信天会 天会 天会 让我们一分 尽心的 万万 那自古以来本来就是 本来就不可能你什么事情都如愿嘛 十之八九都不一定如愿嘛 所以那时候我在写这个曲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它冲上去了 对啊 对对对 马上就拉上去了 所以很很so rock的那个味道存在 对所以我就要问宋华老师 像这样直接拉上去的这个词啊 跟那个冲劲啊 要怎么样的唱法会比较 让人家不会觉得你是勉强 你有压迫感 打哈欠 嘴巴上下拉打 然后嘴巴上下张大的嘴形 跟自己打哈欠的嘴形是一样大 嘴巴上下张大的嘴形 一点没时间 那个亮度就推出去了 轻轻唱就亮很亮 打哈欠的发声位置 哇 你看这么简单的方式 大家如果唱到那里的时候 不要特别的紧张 用对方法就上去了 对 对不对 打哈欠 打哈欠 然后在节奏里面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唱歌不困难 听咱波都倒露蜜的 你能赴得很多 好这首歌是曾伟宗的歌嘛 你觉得他诠释的怎么样 很好啊 黄明珠老师 不要讲官话好不好 不要讲那种场面话 真 我跟你讲的老师 可以拿到 可以 应该想说当一个歌星 然后又发片 对不对 然后经过制作人 公司这样捉摸 发声 一掌都有把关过了 所以我们是 欣赏的角度 所以我们就欣赏 每一个人不同的 这种 这种什么想 他的风格 对 来 我们来听曾伟宗 他自己也开始 在写歌 以前不少 对我们来听听这首 周伟杰我 下的劫 刘家荣的词 这首歌叫做 真心的完美 好